今天带着老婆去神户的中华街 因着疫情还没有办法回国 然后就来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的神户 让老婆看看中国的街道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算是神户的市中心了 所以说高楼大厦很多 就是刚下火车站 今天是日本的秋婚节 所以说人很多 一般的公司都是放假的 神户跟京都完全不同 高楼大厦 相比大阪东京我更喜欢神户 神户没有那么吵 没有那么闹 并且也比较浪漫温柔 人很多 老婆第一次来神户中华街 我来过三次 这是个大商场 大丸 够不够气派 整体都是红色 熊猫在日本非常的欢迎 所以说跟中国有关的地方很多都有熊猫 日本中华街除了经营的可能是中国人 剩下的几乎都是日本人啊 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几乎都是日本人 我感觉这里吃的都不是正宗的 但是很多可能都是中国广州那边的小吃 也许也是我没吃过的原因 不知道 国内的朋友们看到这告诉我正不正宗哈 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这家老祥祭排队非常的长 可能是吃包子的吧 在中国我没见过哈 整体差不多有 400米左右的距离吧 竞争比较激烈哈 所以说 店的门口都会有服务员 在招览客人 我发现有个有趣的事情 无论是北京料理 广东料理还是上海料理 大家餐厅的菜单 几乎都是一样的 非常有趣 不知道 日本人会不会注意到这点哈 简单的菜单哈 其实价格跟其他地方差不多 可能会贵二三百日元 贵十块钱到二十块钱左右吧 4元 正宗的中餐不能来这种地方吃 还得去大阪或者京都一些地方 这里都是面向日本人的哈 这是套餐的 这家店叫上海饭店 但是菜单跟广东饭店 北京饭店的菜单都差不多 这份套餐 外加小笼包还没有上哈 一个人差不多是一千日元左右 或者人民六十 对面有一个柴犬哈 几乎都是日本人哈 我问过很多日本人 你们觉得中华街里的中餐正不正宗 其实很多日本人没有考虑到这个 这个问题哈 然后看到中华物产店 给丈母娘 买了一些礼品 大家猜我为丈母娘买的什么 打在弹幕里哈 揭晓答案哈 为丈母娘买了两罐八宝粥 还有一个那个茉莉花茶 差不多花了一百人民币不到的样子 都是大红灯了哈 这里有武师的哈 有几个门很气派 这是这条街的地图哈 这里夜晚附近有很多风俗街 然后带老婆去海边 我去过上海的外滩哈 我就感觉这里跟上海外滩 某种程度上挺像的 上面是高速公路哈 这个地方每年都有花火大会哈 因着疫情这两年没有 之前来过看一过一次花火大会 人非常的多 需要提前几个小时占位子哈 这附近也有那个板神大地震的纪念碑 夏天孩子们都在玩水 给我的感觉是 这附近的建筑跟上海外滩挺像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哈 现在是9月中下旬了 其实还是有些热的哈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 这个海景在巡逻哈 附近有一个牌子上写的 因为这附近是海关嘛 所以说可能会询问行人 这是义务 希望大家与佩格 金与佩格 冰户陷阱 神户是冰户县的哈 最大的城市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 关注多多的评论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哈 准备回家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